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两年在汽车市场 有个相当奇特的现象 有一些车款 不只是新车未落地就增值 甚至于还有很多人 是捧着现金想抢买的标的物 但是就像是我们知道 像近期这个Suzuki的Gimini 它不只是新车一车难求 同时在中午车的市场 更是需要加价才能够买得到 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 这一台车是不是值得投资 这台车在未来有没有增值的空间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听听 专家们怎么说 不过我没讲到说买新车的话 一般人都觉得新车一落地 肯定先来打个八折 当然是要试车款而定 但有人也会觉得说 其实车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投资的标的物 黄总你怎么看呢 是 这样讲 从理财的观念来看 买车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像应该是消耗我们的财库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这两年十一四转 有一些变化 那么我现在给所有的消费者 八字真言 少赔为盈 能赚优先 我们已经不是只是亏钱了 我们甚至还往前进一步 能不能赚到钱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我们要讲车子 要能保值 要能赚钱 第一个最好是限量版 第二个呢 末代热门车 可能不再出了 大家追逐 那另外一个就是市场 严重缺车的车要排队 那么还记不记得 去年我们一起谈了一台 烏洛斯中股车 没错 对方开了快两年 结果最后还抄价卖出 这个很奇特 对不对 比新车还贵卖出 那这也是事实嘛 我们看到烏洛斯 那么也不是只有烏洛斯 包括现在不管是911 冰市的G-Class G-Class63 AMG 选配到1300万 新车一落地还可以卖1400 就是还多100万来卖 这个也是目前市场 是不是因为新车的一车难求 甚至于大驱车 对 一方面是他本来产量就少 另外还有一个 目前还在进行试的 最近有一个车商 一黑一白 2023年试的这个 凯燕 大家知道很抢手 对 新车一落地 还没有挂牌 其实还加了30万卖 本来是369 他卖399 还真的成交 天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实物 就是真的有 而不是说益测 另外 比较直接看得到 像法拉利F8 Coupé的 新车1700万 然后呢 真的实际上 你有车可以卖出去 可以加150万卖 那如果是他的Spider 厂篷的可以加200万卖 这都不稀奇 市场上还有一个实际 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 一台马王 法拉利马王 2016年开1000多公里 新车9500万 给冠宜猜多少钱卖掉 破亿吗 16000万 太扯了 可能就是我有钱 但是我又买不到这种车 我宁愿加加去买它 所以你看有钱真好 而且还会理财 所以我们说十一四转 这两年车子并非完全像我们以前想象的 它是一个会把你的口袋挖光的 它搞不好还会创造出一桶金来 真的耶 此一时彼一时 而且我们说呢 你的钱并没有变不见 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而已 那我们就请爱大带我们来看看 今天来我们棚内这一台 Audi的TTRS 是 刚才其实黄总有提到一个重点 他就说如果你要有增值的空间的话 他必须要就是少量 对不对 在市场上面量要少 那他就有可能有增值的空间 那他值得投资吗 其实现在所有的物件 所谓高端顶级市场的一些稀有物件 已经没有所谓的投资的道理可言了 怎么说呢 因为谁会料想到会缺晶片 是 谁会料想到会塞港 谁会料想到会缺工 谁会料想到会战争 谁会料想到说竟然车子现在都交不出来 没错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在市场上面 买车是不是一个投资好的标的 事实上我们从很多国际间的一些拍卖上面 你会发觉 确实经典的 够稀有的 这种顶级的这些车辆 确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增幅空间 其实市场面 你应该这样看 前一阵子有一些稀有车种 高价车七八百万的车子 在市场的 这个获利非常好的时候 尤其是赚快钱的伙伴 他们会说 没关系啊 这种车子先丢个一百万订金 半年十个月交车 我没有问题的 对 结果呢 可是现在就在当下 其实出了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 的保时捷到了 当时付了一百万订金 现在车到了 没有钱可以交车 因为 那不能转手 他是做虚拟货币投资的 你知道 虚拟货币现在跌得只剩下两成了 连股市真的都不太好 所以他开始把这车子转到中股车上去 只求订金可以拿回来就好了 所以你说真的要用车辆来去做投资 我觉得 除非你够那个等级 买到真正限量的车子 不然一般来说 车辆还是属于落地就打折的一个这种物件 我们来看看现场这一台是 奥迪的TTRS 它是属于小改款的车型 为什么TTRS 在这一次奥迪正式导入之后 所有的媒体都说 这个车子竟然375万而已 因为之前RS 它并不是有总代理导入的 太便宜了 因为如果在前两年你想要买TTRS的话 大概只能透过贸易商导入的水货车 而且是第二次跑过的 有行驶过的 可能还是美规的一个车型 都还要至少310万 320万以上的售价 买一个两三年的 至少两三年的中股车 所以如果现在你看到 小改款的TTRS车型卖370万 当然觉得划算 小改款370万的事情 动力是比起17年18年 以前这种TTRS动力是来得小 可是没有差 因为它这一颗2.5的引擎 可以听到很 有一个无限的想象功能 关于你讲的就是内行话 但是小改款之前的TTRS 那说实在在不需要动任何硬体架构的状况之下 所谓的超频 Jumpstar一下 做一些软件的升级 轻轻松松它就可以达到500匹的马力 如果说你要再让它到 竞排器做一些调整 增压值做一些设定 让它到二阶的一个这个状况 轻轻松松你的扭力就可以从48.9公斤 突破到70公斤以上 那当然如果你又换了锻造活塞 加了水喷碎 这台车可以在 现在舒舒服服开 油冷气的状况之下 来到700匹 甚至800匹的最大动力 让你在走街路上开 随时PK速 油门踩下去 100到200 3秒就可以完成 4秒就可以完成 的一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消费者觉得 买这台车是CP值非常高的一个状态 重点是价格定人合理 再加上现在买新车375 以前买外汇的中古车来 也要300多万 当然好嘛 对不对 当然是新车好了 是 当然是新车好 不过你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在小改款的时候 动力调降 加了OPF 对于改装上面有一些限制 但是它带给你也是 小改款的一些外观设计 对不对 没错 还有一些配备 是 配备上也去增加 首先你看 它其实做了非常多的 黑化的一个选项 有没有 就是RS的套件 没错 现在时下最流行的黑化选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一样 这车在路上跑得快 看要看得清楚 我们看到它的双眼 也就是它的头灯是 Matrix的这个LED的 矩阵式的头灯 对 所以在路上它可以照的 第一个远 第二个广 而且不会造成别人的一个 视觉上的一个光害 所以让驾驶人可以更安全地 行驶这一台车辆 就是这台车很特别的地方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冠宇 跑得快 也要停得下来 有刹得住啊 这一个煞车你就看看有多大 加拉通风碟 还有卡钳 是不是 在卡钳这边刚好轮圈 你看到吗 这里进来还写的 Audi Sport 嗯哼 原厂的一个性能款的一个 这个轮圈 在这一台车上 那这台车上其实 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还有实用性 它所谓的实用性 你是说 前面可以坐两个人 后面还有两个小板凳 还有两个小板凳 这样的椅子 你可以把它视为备而不用 没错 好 来到车内的部分 冠宇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看它两张跑车座椅 有非常多的一个 这个车缝线的一个设计 其实很漂亮 再加上它的门板 它的中控台的部分 都有什么 都有卡钳的一个材料 那冠宇你看一下 我现在进去车内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台车很特别 没有中央萤幕的 是 现在没有看到中央资讯幕 你会觉得 这个是科技的套底吗 其实很特别 大家都说我萤幕要越大越多越好 对 其实前一阵子才有出了一个 这个新闻有没有 雪铁有的设计师说 我们总有一天要把车上所有 萤幕都拔光光 他不是说大就美 对不对 没错 那当然在TDRS在车上 你会发觉 因为我们刚刚讲 它是属于一个战斗的机器 对 所以如果说这边再有一个萤幕的话 我的视线是不是从前方挪到下方的仪表 挪到右前方的中控萤幕 我是不是就会有三种视线 会很容易被影响到 我觉得确实这个设计师在这一方面考量的 我觉得也蛮特体的 那当然它是一个专属的这个平靶式的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特点在这地方有两个按键 你有没有看到 对 它是属于RS专属的一些操作的设计 包含它前面的数位仪表 把所有的资讯都整合在里面之后 也是你的专属界面 在这个地方 红色的是引擎启动按钮 关于我们先发动车辆 透过这个引擎按钮就可以发动这台车辆 那在左边这个按钮是Drive Select的部分 它可以去选择起因车的模式 包含了Comfort 我们现在看到Comfort的模式 Auto的模式 或是Dynamic的模式 切到Dynamic 你有没有听到它的排气声浪 有一点不太一样 阀门开了吗 对 没错 其实它也有制定的模式 当然在排挡杆前方也有一个 排气阀门的一个切换杆 我现在是属于把排气阀门关闭的状态 我踩几下油门 关于你听听看 那么如果我切换到这个Dynamic的模式 它就变成运动化 包含了悬吊的 包含了底盘 包含了油门反应 包含方向盘的转动的辅助 包含了排气的阀门都已经打开 我现在在踩几声油门 你听听看那个油门的声响 哦 魂厚低沉了 排气的声让整个完全的不一样 对不对 对 还有啵啵的声音 没错 所以这台车它会有不同的一个 这个驾驶的模式选择 虽然它扫掉了中控里面 但是我觉得它的设计还是非常的优雅 但是你看它出风口 对 它的出风口上面一样有温度 有风速 有这个风向的指示的设计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一样电子调节啊 对 一样是电子调节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觉得 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讲 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 关于我现在要熄火了 你听听看 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这个广告结束的声音 你有没有发觉 哇 那个声音好好听哦 这台车很有趣 对不对 当你熄火的时候 它还会发出一个很像广告结尾的声音 对 那当然来到车尾的部分 它一样你看 非常壮硕 非常大的一个排气出风口 以及 好大的尾翼 行李箱尾盖上面的一个固定式的尾翼 那行李箱我觉得也是这样子一个车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因为什么 你有走接的需求 我们刚刚讲 它后面呢 其实二加二设计有两个小板凳 对 就是说临时你真的要载几个朋友 或是载小朋友是都OK的 但是行李箱的设计就很很很棒哦 你看光是这样子的状态 你已经可以放非常多采买的 它这个开口就很棒哦 是 不管你是去这个 日常生活用品的这种大卖场 或者是去精品百合公司 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同时它其实下底板打开 也可以放置其他一些 哦 也有 不常使用的一些 你的这个车上的一些装备 例如说 洗车的工具你也可以 洗车工具 打气机等等的 通常都给别人喜欢 是 另外这块盖板拿下来之后 我告诉你隐藏的行李箱空间在这里 哦 它有可以被倾倒 如果把这两个小板凳的椅背 都往前倾倒之后 不然你看到没有 这一台车的行李箱空间 可以说是超大 对 我可以去打高尔夫球 可以 对 两个人一起两组的高尔夫球 两组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让你在去高尔夫球场的路上 还可以小小的享受一下驾驶乐趣 真的 艾大姐刚刚讲说 这台车除了有纯粹的驾驶之外 它还兼具了实用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考虑说 以增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Aldi的TTRS如果对上BMW的M2的话呢 芝希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的车型 不管是它外形 不管是性能 在哪一个时期 都是台湾汽车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但是一般我们讲到TTRS 可能就是单论这个车型 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放到市场上去做比较 硬要说的话 它的同级对手应该会是BMW M2 就是以现在来说 不管是车格啦 一些定位或是售价 那以这两台车型来说呢 就真的有蛮多人会在讨论 因为现在的车 很多人要么买来想赚钱 或是觉得它会不会掉价 会不会保值 那单就这两款呢 我个人会觉得 TTRS 现在你其实不管在网路上找它一些 下一个世代的一些资料 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消息 因为呢可能它会停产 或者是像福斯的金贵车一样 它可能会变成电动的 那这么一来呢 TTRS很可能就是 奥迪在小跑车这个集聚里面 最后一款纯燃油的车型 所以它会有它 经典的代表性的位置是在这边 尤其性能又很好 刚刚艾达说有400匹的马力 然后2.5的波轮增压引擎 在同级的车型里面 奥迪的RS车型里面 它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只是说呢 我们一般台湾在讨论到 性能车的时候 RS的光环一直好像远不如 Mpower或AMG来的 那么受到关注 你一般想到奥迪的RS 你可能会去看它的旅行车 RS4、RS6 在TTRS的这一块 即便它有这么好的改装的潜质 有这么好的性能潜力 好像关注度一直没有到那么的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反应在二手车架上面 它感觉似乎没有达到 大家对它的一个期待之在 那反倒是BMW M2呢 我必须先讲在过去的车型 就以前以我们现在台湾 之前还有在限售的M2来说 它的保质度 可能没有比较传统的M car 来的这么的好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 其实是在小改款之前前期的版本 它用的其实还并不是算正统 Mpower的S58 S55这种引擎 但有小改款后 多了Competition这个版本 它的保质度就提高非常的多 那如果我们看 接下来要大改款的M2的话 其实它不管是在性能 或者是它的车格的设定 尺碼又再放大一点点 甚至还有直接六缸的引擎 还有手排这些配置 都算是一个性能车最后荣光里面 会非常让它保值的一些要件 那我而且我个人认为呢 以价格来讲 虽然现在伴售的版本385万 可是你把它往上看 M3或M4都是555万以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大概款之后 台湾的售价应该会超过400万 这个涨价我觉得是一定会的 那在初期呢 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比较缺车啦 就是塞港等等的状况 它的保值度会非常的好 可是总归来说 它还是比较常规贩售的性能车 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TTRS本身量少 而且又可能会逼近末代了 所以以保值度来说 可能TTRS会好一些 但是M2如果接下来 直类六缸的引擎没有了 手排没有了 或者是有再出一些 比如说CS的版本 或者是什么GTSCS 不知道特殊的车型 就像刚刚黄桐说的 它的保值度 接下来的潜力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其实B&W也有讲说 他们目前不会停售 属于手排的设定 尤其是M2 他们确定是会有手排 给那个车迷们来做选择 但是直列六缸的 纯汽油引擎 在M2上面 性能版应该是最后一代 性能迷们听到 怎么办呢 这没有办法 因为面对全球 这么严苛的法规 然后连那个超跑 都要步入那种纯 什么纯电的时代 如果说呢 讲到这个B&W 相当保值的车款的话 那热爱操控的B&W们 是不是有一些 其他的选择 例我想要找一台车 我希望它不只能够保值 甚至于可能有增值空间的 有吗 阿克 对的确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B&W 刚才智希讲的说M2 M2 对 可是呢 它在M3系列 其实过去也出现很多这种 就是超越过去新车售价的 这些保值车款 对 那我们呢 先来看看就是说 最近呢 B&W 因为B&W在今年2022年 它就是欢庆说 它这个M部门成立了50周年 50周年 对 所以在这个50周年的时候 它推出了很多新车 包含说 它终于推出了这个旅行车版本 M3 Turing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发表了一台就是这个3.0CSL的这个车型 那这个3.0CSL 我们现在讲这个CSL CSL 它其实是一个缩写 就是代表是那个Coupe 然后Sport Car的这个Lightweight 就是说双门的这个轻量化跑车 就是这个CSL 那这一台概念车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外面就是包着这个伪装 你好像看不出来它真实的样子 可是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 它这个水箱罩的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像是M4 或是M3 Turing 它那个水箱罩都变成超大的一个B孔 可是呢 这一次它这个3.0CSL的这个概念车 它的这个水箱罩变成说 我觉得顺延很多 它是有点就是这种倒六角形的这种设计 另外除了在3.0CSL 因为是新车嘛 我们过去看过去B&W旧款的这个CSL 包含说这个B&W19 这个是1970年代的车子 19的这个3.0CSL 那这台车呢 其实它过去其实也是限量生产的 而且呢 它的曾经 它以这个赛车的这种就是身份 它也参加很多 包括这个欧洲房车警告赛 利曼这些赛事 它也获得很好的成绩 那它这台车呢 其实跟同年份的就是这个3.0CS 我们不要说CS比起来 其实它的售价是好几倍以上 甚至有些到大概20万欧元的这个行情 然后呢 我们再往比较近代看 像这个146 B&W146的M3 它有推出CSL车型 它虽然说外形上 你看起来好像跟就是一般的这个146M3 好像看不太出来外形的差异 可是呢 它其实用很多轻量化的东西 包含说它这个引擎 也是重新再去打造进行轻量化 然后还有说它的这个车顶 用上这个碳纖維车顶 而且其实连懸吊系统也有特别经过特制 那这台车呢 像一般的146M3 我们如果说看看台湾的中古车行情 其实大部分都是大概100万元台币以下 可是这台车呢 现在在国外的售价 甚至可以炒到这个10万美金 10万欧元以上的这个价格 所以它这个挂上CS 其实也是这个报值的这个一个保证 台湾我记得要5600 台湾要5600 对量太少 所以你看我们都一直不论讨论什么样车款 都有点出量少就等于是期货可居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有聊到像奥迪的TTRS 它不只是首度是由总代理所引进的 然后加上智希又说了 TTRS就是TT应该是属于末代的燃油车款 那再加上在市场上面 也许它的车口处也稍微少一点点 是不是在接下来真实的空间是有的呢 我们也看到说像在六月份的挂牌数 它销售成绩不错耶 但会不会只是蜜月期 它后面还没有潜力呢 艾达你觉得 冠宇刚刚提到六月的挂牌数 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以TTRS来说 它六月的时候总共挂牌了12辆 看起来是很多对不对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那么实用的跑车 但是它的性能非常强 不过我觉得刚好是因为时事的潮流 让它有一波这个 大家想要拥有一台的这个想法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那后来后续 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一个挂牌数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的 毕竟总代理导入的数量也不多 那在总代理375万的一个售价之后 你会发觉 好像买那个外汇的水货车 也没那么划算 没那么划算的状况之下 那消费者370万可以选择的产品 其实是相当的多 可以来说是相当的多 甚至选到性能更好 或是更出门更有派头 更有面子的车种 其实也不难 所以它会不会取高和寡 未来是不是有增值空间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毕竟它还是会存在的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量产车型 虽然它已经末代了 但是本身的数量其实还蛮大 尤其是这个五缸引擎 我觉得在未来可能要入手的人 他可能就是买来 就是要进行大幅度的改装 就像我刚刚讲 他不一定要选择小改款 售限比较多的这个电脑系统 他可以买1718年 没有OPF这个动力更大 未来改装是更便利的一个这个车型 那当然讲到这种数量很少的车 你就会发觉 其实我觉得最近 讨论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说 这个欧宝要重回台湾对不对 对 然后很多车友都说 这个公司叫做欧吉 吉普跟欧宝这个好像现在都是同集团 这个车商如果叫欧吉 他意思是不是他又要卖欧宝又要卖吉普 所以大家蛮期待的 我再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从今年一到五月 如果说用吉普这种 比较重度的这种越野车的这种概念来看的话 其实都是透过台湾目前都是透过贸易商导入 而且价格不便宜 也要三百万 因为车口数太少了 非常难买 可是他平均每个月大概都有十台的销售量 跟某一些品 甚至还赢过某一些品牌的每个月挂牌 对 怪银你讲这个很有趣 所以当这个代理商讲了我要卖欧宝 然后我又叫欧吉 然后吉普又是他同一个集团里面系列来说 大家很容易就会联想 既然在台湾有市场有需求 为什么我不来想不想办法说来导入这个车子 所以其实有媒体猜测说 这个代理商未来也会导入吉普的越野车 结果猜测的结果会是比较小一号的 这个搭载的是电动马达的这样的吉普车 其实他跟集团里面他像欧宝像标志 都有共用这个所谓的电视化的底盘 你不要看这两个车其实还蛮帅的都是吉普车 但是其实大小尺寸差蛮多的 黄色这台就是电动化的吉普车 所以可能会先由这样子的车型来去做导入 我觉得未来买单的人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车外形其实还蛮美的 对啊 车身尺脉又不大 蛮适合台湾的都会去来去使用 那当然在台湾消费者买不买单 就要看价格 跟他实际上实不实用 你没有觉得其实我看这个造型 有一种很像Volvo XC40的那个影子 事实上他就说明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体型的话 其实很适合台湾市场 对 其实是很适合台湾市场 而且目前台湾市场也没有这种 所谓小型的跨界的修理车 或是跨界的越野车 然后是电动的车型 对不对 所以在市场上面 还是有它的独特性存在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这两年大家会发现因为疫情 因为缺晶片 甚至于因为战争 等多从因素的夹杀之下 你会发现新车的产能不足 供不应求 所以即使连一般般的那种车款 都要加价才能够购买 像我们听到有一台车 既然你下定要等到17年后才能交车 意思就是已经大改款了 你还没有交到车 这会不会是饥饿行销 志祺 其实我觉得以这样的做法 其实多半发生在 美国的很多一些新创的品牌 其实我在上一些那种财经的节目的时候 常常一天到晚都在聊这个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往往这个环节 因为你缺车 你等不到车 可能消费者开始抱怨 然后就会有新闻有话题 那是不是在品牌的声量上面 大家会觉得某种饥饿行销吧 你的车是不是很好啊 为什么大家愿意这样子等 那进而呢 对于这些新创品牌来说 他的股价 他的背后所需要去操作的一些面向 就会得到相对应的提升了 那我觉得其实也算是这一两年 疫情之后 整体全球的汽车市场所导致的一个现象 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单就台湾来说 台湾可能比较少触碰到这种新创的一些车型 或是品牌 那不管是电动车 我们看了这几台新出的电动车 比较可能非豪华品牌的 也是订单一出来 今年有多少配合马上就抢光 更别说是性能车 那有一些比较有乐趣的方块 可能我们也知道 接下来或许不会再有了 就那种提早那种经销商 老早就开始偷偷的接单 帮消费者抢车 甚至是业代自己留车等等 这些状况也是层出不穷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下 选车跟过去要考虑的层面 又再多很多 就是你要买到一台 就是你必须把等车 跟你的后车期这些状况 算进你的买车的成本里面 你钱付出去了 但是你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可能你原本所使用的车 必须要继续硬撑着 那或者是新车就一直不到 你在面对你用车需求的时候 会严重影响你生活的步调 我觉得这些都是 大家在这一两年 或许到明年可能 就专家常说会缓解的这些状况 这个周期里面 是大家要好好去思考 虽然这两年在整个车市上面 有相当奇特的现象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缺晶片 不管有没有战争 如果你真的想把车 当成一个投资的标的物 你只要瞄准这个饼牌就对了 王总你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 我真的蛮人认同的 真的不管时局怎么样变的话 是的 宝石节始终在很多人的心中 在二手架 甚至于新车架 真的是 我觉得是蛮夸张的 我们这一集聚焦就在理财两个字 那买车呢 刚刚讲 它就会侵蚀你的口袋 但是就有一批很聪明的人 他选对了品牌 或选对了车种 他总是让他的口袋深度 还是不会下降得很厉害 眼下这一台第四代的Boxster 718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也就是现在现瘦的吗 对 现瘦的 OK 应该这么说 新车这台加上选配大概在328万 2017年开了五年 我们正常的想法 它到底要烧掉我多少荷包 但宝石节很难说 我们就讲一般品牌好了 双兵没有折个一两百万 应该是不太可能让你脱逃吧 没错 可是这一台车 现在的售价还高达268万 已经五年的车 也就是一年只捡你10万块左右 是不是会觉得说 这真的有保值到了 我每年都在帅 但是我却只有花10万块 然后他又可以当我的代步车 对 对不对 虽然他目前还是属于宝石节的 入门双门跑车 是的 但是也是大家追求的一个品牌 所以品牌其实是会作税的 那么他是不是有这么强 我也不认为 但是他就叫宝石节 那在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趋势 我们来看 这一台呢 它叫718 我们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叫718 它其实在50年代 1950年代 宝石节呢 最出名的叫做中置引擎 而且是Bucksster 就是水平对卧引擎 就是叫718 在利曼大赛创造了很多冠军 所以呢 这一台其实是为当时年代的风华 去做所谓的致敬 虽然是起步的车 所以它算是有渊人的 对 但是你不要看 虽然它是2.0的 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的涡轮增压引擎 可是它调校的增压值高达1.4霸 所以300匹马力 0到100加速 如果你加上计时马 那个跑车马表的套件 跑车计时套件 可以到4.6秒 以这种单价 可以开到这样的性能 也OK了啦 是 重点它是入门的保时捷的小跑车 是的 那因为它车格的关系 所以它整体的驾驭性的均衡性 是 然后再配上它的车重 所以才会有这么优秀的一个表现 我们刚刚有在讲 我们刚刚看到TT行李箱 不错对不对 是 那么 可以放两个 是 我想问一下 这一台车 你觉得它行李箱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感觉它比较不实用 所以应该是前面吧 我觉得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前面好不好 也许你猜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有前面 你说中置引擎嘛 是嘛 所以前面绝对不会放引擎 对 好深喔 对 这真的是蛮实用的 是啊 很大的行李箱也都没问题 我行李箱真的可以放进去 所以我认为它其实就是 跑车的turing 也可以这样说 而且它还是双座 好 我必须说 很多人在谈中置引擎 都忽略一件事情 它除了前面的行李箱 它的魔法是在于 跟一般车不一样 原来它还有一个什么 后行李箱 它还有后行李箱 是的 虽然说说它是这个中置引擎 后轮驱动 它后行李箱也不小 打开之后官方应该会觉得 哇神奇了 所以其实一个产品 它有话题 它已经创造了它的气机 那更何况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 只要是中置引擎 像Buckster这样的车 你会看到它的气霸 不像一般车摆在前面 为什么 因为它中置引擎 所以散热在这个地方 所以看起来也是很性感 也是很有味道的 对 所以应该这样讲 单价不高 可是容易入门 所以会造成一个现象 大家都想说 我省一点钱 我买个中古的 所以也就是创造了一个什么 需求者多 供应量少 它的中古车架就挺得住 我们来看任何车的中古车架 都会有这个趋势 可是黄总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真的喜欢718好了 那现在这个Buckster 在中古车的市场 跟这个Cainman 也就是我有顶的这种的 那哪一个是保值性会比较 早期在卖的时候 Cainman会好一点 可是这两年其实有点在翻转 因为喜欢敞篷的人越来越多 像我们以法拉利来讲 敞篷车一定会比 正常版本的车会贵 而且更保值 因为它量比较少 那像我自己工作室里面 就有三台敞篷车 双座 为什么 我觉得在台湾开敞篷是个乐趣 你会说太阳很大 谁叫你要白天开 你不能晚上吗 晚上走个阳津公路 然后去泡个温泉 买车就是要提供幸福感 对 没错 那你看像这台 这个敞篷车 买的牺牲了一点点的 这个所谓的折旧 却可以享受到幸福感 还有买到一个品牌 那这就是一个 很好挑选的一个方式 另外我们是不是坐进车子 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很多人说 很执迷说 我一定要买硬顶的 那有人说 软顶不行吗 我们来看看软顶跟硬顶的差别 好不好 好 黄总 你就带我们进车内去感受一下 如果今天开了这个敞篷车 车内的感受到底如何 好 在宁静之前 我让你看一下 软顶的优势好不好 它到底跟硬顶有什么差别 而且它是红色的敞篷 9秒钟 这是很快 非常快 对不对 好帅 我觉得红色搭配白色 真的是极完美的搭配 超级抢眼的 那如果再把它打开呢 也是9秒钟 9秒在10秒之内 我都觉得开篷真的是非常快 真是很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进到车内 让大家感受一下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常在玩敞篷 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像我有一台SLK的硬顶敞篷 很帅对不对 硬顶 重点来了 开在高速公路发现有小雨了 我必须停在路边关棚 对 软篷这一台车 时速50以内任我操控 这个硬顶就不太一样了 了解 但是有一个问题 大家会认为以往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硬顶敞篷 好像比较好 那软顶敞篷在称之比较长 是 对 那如果我要选择的话 原则上这样讲 有很多车的设计 像新的一代 有些车 它从硬顶要改成软顶 因为软顶它的重量会比较低 它会降低车重 那尤其跑车这很重 所以你看法拉利很多都是软顶 那当然软顶的隔音 一定是没有硬顶这么好 但是相对软顶的噪音也减少了 很多人开硬顶 走路甩甩甩 洗洗甩甩的 很多人就很不舒服 因为它关节很多 所以为什么硬顶收开棚会比较慢一点 它关节太多了 也会比较牺牲行李箱的空间 了解 那以Boxer来说 它的软顶敞篷 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诟病 或者是故障率高 目前来看还算是相当不错 因为保时捷这个品牌 在品质上还做得蛮不错 品质碰完很好 对 好 那在车内 其实它就很原汁原味 对 刚才看到那个RS TTRS 是没有重要这些吗 然后你看它的中控台的感觉 就是战斗气氛 对不对 就像真正的跑车的味道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成功的设计 一定有很多的点点线线跟面面 会让消费者觉得很放心 然后去享用它 那我相信它今天会有成就这样的一个价值 跟这样的折旧 确实有它独到的一面 是啊 黄总你刚才讲说 它的新车价加上选配就300多万 是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开了五年 是 它才280几年 328降到268 其实你看还保住了大部分的资财 五年才成60万 这算不算是理财的一种 是极度保值 所以你真的要很会选标地物 不过保时捷也表示说 限售这一代的CAMON或是BOXTER 将成为末代燃油车的最终章 那下一代的这个BOXTER跟CAMON的话 将以纯电之姿跟世人见面 是吗 阿克 关于不然你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去参加这个TICON发表会的时候 那时候有听到保时捷原厂的人 有在讲 就是说在TICON之后呢 下一台电动车是MACON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718车系 然后最后的才会是911 那这个718 BUSTER跟CAMON 其实他在最近的这个英国 这个GOODWOOD的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已经有出现了这个原型车 那他是以就是目前现行的这个718的GT4的 CRAFT SPORT的这个赛车 他是以这个车型为这个基础 然后他做了一台这个GT4的E Performance的这个电动车型 那他搭载的这个电动马达 很特别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动车 他的电动马达不是在就是前轴就是后轴 就是不是前驱就是后驱 可是呢 他就是跟现在目前718车型一样 他的把电动马达放在这个后轴之前的位置 也就是跟现在这个中置引擎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 然后他的这个最大动力呢 据说就是可以输出超过1000匹以上 所以说这台车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孤 因为其实孤的活动 他虽然很多次在有点在有点在秀 可是呢他是真的有在跑时间 他跑出的时间呢 其实是全场第二块的成绩 所以说他这台车其实性能也是相当强劲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其实保时捷他向来都强调说他除了这个推出电动车要减碳以外 他的这个用料材质其实也是就是要朝向这个减碳的目标去迈进 所以他包含说这个车壳啊 甚至连轮胎 他都强调说是用这种回收材质来去制造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未来下一代 就是纯电版的718他的这个产品 不过想就知道啦 如果说是末代的这个燃油车的保时捷 肯定是相当保值的 尤其是这个718啦或者是911 但是如果718对上911来比他除了便宜之外呢 黄总你觉得他还有什么呢 原则上这样讲 虽然说718跟911会有在性能上 包括很多的设计上面的差别 但其实在市场的保值度都是相当好 像Eboxster来讲 现在可以交到的车 在市面上已经有成交的记录 以Boxster他新车加上选配呢 369万 车商实际上会卖到399万 他们想办法把车拿到手上以后 大概会加30万再卖 那另外一个呢 以992S好了 也是很强手的车 新车708万 被经销商强迫选了85万 所以等于你买到大概就要800万 那车商呢 一样大概加了60万卖出 所以说两台车各有特色 但是呢两台车的保值度 以及在市场的抢手度 还是很高的 你如果用车商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800万 一个是400万的车子 当然他的投资额就是两倍 所以他要获利也当然要超过两倍 但是如果说你用现在市场上面 譬如说刚刚讲800万的车子赚60万 他赚不到10% 其实这种高价车他求的是什么跑得快 然后掌握住这些有钱的公子哥们爱换车 那他当利润其实相对而言并没有说 以比例上趴数来说其实算是少的 但是当然你会觉得说我买一台车 还要被你赚个60万 就是尤其又是新车又不是什么特别的 我慢慢排队可以省60 但是有钱可能就不这么想 我就是要马上拿到车 我就叫我排队省60万 我宁可多花60万买一台车 真的 不过除了保时捷之外 其实在日系车也不乏一些优质的 这种投资的标的物 例如像这台车 13年后竟然车主 他获利是翻四倍 什么车啊 我个人觉得其实在千禧年 就性能车界最保值 对不起不能说保值 增值的两台神车 今天都讲到一台是M3 CS 另外一台就是Honda S2000的CR 那S2000其实是本田在1990年 为了纪念他们50周年 就是集结科技所推了一台跑车 CR其实就是所谓的赛道版 Club Racer 那其实因为S2000一直没有出所谓Type R的版本 所以CR被大家当成是Type S跟Type R中间 就是也就是他最强的一个车型 那其实CR非常的好认 包含前后的保感啦 然后大尾翼轮圈 甚至他移除了软棚的机构 变成是手动的硬顶 CR这台车台湾其实有 但是数量也是不多 那我们先讲价格好了 其实S2000当年在台湾的售价 大概是200万左右新车价 然后大概过了十年 还有一百多万 你到现在看还是一百多万 完全没掉价 对 但是这是普通的版本 普通的版本 那在国外就有S2000的CR 那个价格非常非常夸张 基本上像是R34 Skyline GTR那种价格 很恶心 那国外就一台只跑了一百九十六公里 那当年的新车 车主是买四万美金 然后到回过头来 今年因为他只跑一九六公里 基本上就是没开 你就放放放放十年 买了二十万美金 足足获利四百五十万台币 这个好扯 对 当然这个车呢 因为在美国非常的少 反倒台湾量还是相对 以比例来讲还是比较多 那时候有一句话很好笑 就是加州的S2000CR 都被台湾人买回去台湾了 就流传这一句话 所以这个价格在台湾 其实也是很夸张 基本上现在如果你要买到一台 S2000CR在台湾 应该可以买两台S2000 真的假的 对 大概要两百多万以上的价格 那这台车除了外观不一样之外 包含它变速箱换挡的行程 悬吊转向的齿轮比等等 全部都和原本的S2000不同 而且尤其它又是2009年 最后末代出的性能版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 你末代车 然后那时候大家也觉得 可能这个车以后 没什么机会再出现了 对 确实现在放了二十年 也还没有它的后继车出现 对 我想这一些种种的要件 要嘛限量 要嘛绝后 就是这种很特殊的经典车型 能够除了保持之外 不断增值的最重要的原因 刚才看到那些呢 也许你都会觉得好像似乎 离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们 有一点点远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我想这是真的离我们平民老百姓 比较接近的投资标低 而且报酬率相当高 Susuki的Gimini 现在还能订车吗 如果我要买的话要等多久 是不是有些新消息呢 阿克 其实最近就是有个消息 就是这个Susuki的Gimini 又重新开放接单了 可是这个接单价 还有跟你实际 真的可以买到的售价 其实是有差距的 我们就记得说那时候Gimini 刚到台湾的时候 大概七十几万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就是有 据说有100辆的配额 然后来到台湾 可是他的接单价是84.9万元 84.9万元 就是他涨价了 对涨价 其实涨价之外 其实我昨天我就去问了一下 假装我是客人 说可不可以买这个车 可以可以订 可是要加价买 就是要加配件 然后包一包下去买 我问到的价钱是97.8万 才可以买到这台 那要等多久重点 你加什么配件加那么多钱 加了比如说包含这个环景系统 然后加了这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什么格热纸 是 然后加了一些配件 什么挡泥板啊 然后剩个什么 就是反正经销商 那加价买价以外也很多呢 对啊 就是可是你问题是大家都还是订下去 就不会是因为你没有车可以买啊 他北中南经销商的条件不同 对也就是他利用这个包装来转这中间配件 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有消费者说去订车啊 他说有销售跟他讲说不能订 他说是给之前订车还没有等到车的人才有优先的一个这个顺序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车子虽然出来了 总代理其实并没有正式的一个这个讯息 而且让经销商自己在那里操作 有的销售是说你可以啊 加价我就让你买 有的销售是说不行 我只能让之前没有交到车子人订 所以就每个经销商他整个状况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 有一点没有办法完整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总代理应该要要说明一下 稍微联心一下 你发个新闻稿就就就就很清楚了嘛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我觉得这样是他默许经销 经销商用加配件来去赚这个钱 我觉得也不太合理啦 因为真的我们据我们所知 之前订Jimny的人还在等嘛 我记得 我听到的跟艾大一样 就是我听到的是这好像一百台吧 这些单是主要留给之前要订 但是好像订单排不到 你就被cancel掉的人可以优先去补 那如果如阿克所说的 就你加点价你就有机会排进去 感觉有一点点事有蹊跷 应该这么说 他们实际的情况是这样 当时因为有宣布停产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测单 但是还是有一些 尤其是车商 他订了五台 他不测单 他反正订机没差嘛 那现在他就必须要被优先供应给他 那至于经销商 我刚讲就是操作 那这些车商拿到车以后 他会不会加加卖 会嘛 所以我认为啦 最后的市场行情还是差不多在一百 因为我本来在探寻说 因为有了这一百台车 之前涨价的那些中古车会不会下来 看起来还是很难下来 因为我真的就有朋友啊 他接就是中古车 是车友试出来的嘛 他还加了二十万才买到 就是新车站在加二十万 我说这疯了吗 最高点的时候都有破百 然后这一次新的这一批车 因为有多了黑色 所以我觉得之后 加黑色套件 我不知道是算二二还是二三年 应该是二三年 之后二三年是 黑色的车友试 可能价钱又会再更漂亮一点点 你说如果你想要买黑色车友试 所以你开出来你黑色的 我就知道你是新的这一百台的 新的 对 人家要买的时候 你价格可能就要以原基础的售价 你可能是19年20年的时候 其实新车已经快要一百万了 我可能必须要再往上加 所以我就像王总说 那车友试团队 像个人 本属于是一定是 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